AI界真的是杀疯了 谷歌最近又犯大招了 推出了一款 康称革命性的AI教学功能 它不但能看到你在电脑屏幕上的操作 一步步指导你 下一步应该点哪里 该做什么 如果你是做设计的话 还能在指导的过程中 给你设计灵感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科幻 这究竟是噱头 还是真正的生产力工具呢 接下来我要扮演一个电脑小白 跟AI对话 让他教我操作一些日常使用到的软件 看看他能不能很顺利地教会我 是不是已经超过了人类教学水平 我先尝试一个简单的 让他教会我怎么使用他自己 你好呀 我是小应 我想学习怎么使用 AI Studio里的Share Screen功能 你能教我怎么操作吗 你好小应 你想学习怎么使用 AI Studio里的Share Screen功能 想让我教你怎么操作吗 是的 好的 要不我们先打开AI Studio的界面 然后再看分享屏幕的功能在哪里 你看怎么样 好的 我现在打开它 好的 你打开以后告诉我一声 是这个页面吗 是的 是这个页面 在这个页面的左边 你能看到一个导航栏吗 看到了 那你在导航栏中能找到Stream选项吗 找到了 找到以后 你点击一下Stream选项 点击了 好 在页面的底部 你可以看到三个按钮并排排列 最左边的按钮是Talk 中间的按钮是Webcam 而最右边的按钮就是Share Screen 看到了 你可以点击一下Share Screen按钮 是这个吗 我看到你点击了Talk按钮 Talk按钮并不是分享荧幕 你应该选取Share Screen的按钮 才能分享荧幕哦 是这个吗 Webcam的按钮也不是分享荧幕哦 还是Share Screen的按钮才是 Share Screen按钮在你目前鼠标右边 是在Webcam按钮的右侧 是这个吗 是的 点它试试 点击了 弹出来一个让你选择要分享的内容的窗口 对吗 你是想分享整个屏幕窗口 还是标签页呢 我想分享这个 好的 那就点击你想分享的那个窗口 然后点击分享按钮就可以了 点这个吗 是的 点击绿色的分享按钮 这样就可以了吗 是的 现在 你应该已经成功分享屏幕了 我能看到您分享的Google AEI Studio界面了 怎么样 是不是超有耐心 我故意点错 它还能告诉我 我鼠标在哪里 直接让我把鼠标往右点 接下来 我再请街门的AI 分别教我两款不同类型的软件 看看它到底有多深 第一个我们来挑战一下设计 就用大家都很熟悉的看袜吧 我最近想给视频做个封面 但对看袜里的特效功能不太熟 你好 请看我的看袜屏幕 我想制作一期AIS66的教学视频 请教我用最简单的方法 制作一个超酷炫的视频封面 好的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使用现成的模板 您想从模板开始吗 可以的 好的 点击左侧边栏的设计选项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模板 我看到最近使用的模板 有几个跟AI相关的 例如 Top是Free AI Websites 或者 The Danger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您觉得这些模板怎么样 我不喜欢这些模板 当然 在所有结果的部分 有一个模板是Bes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bsites 底色是深蓝色的 要不要试试看这个 是这个吗 是的 你点击一下这个模板 看看效果如何 感觉还不错 你能教我修改它吗 既然你想做一个关于AI Studio的影片封面教学 你可以考虑在标题中加入AI Studio的字样 让观众一眼就知道影片内容 那可以考虑把Bes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bsites 改成AI Studio操作教学 新手入门之类的标题 这样更贴切影片的内容 你觉得如何呢 我觉得可以 那就试试看修改文字吧 点选文字框 然后直接输入新的标题就可以 可以输入AI Studio操作教学 这样会更符合你影片的主题 稍等一下 我正在输入 好的 慢慢来 不用着急 如果你需要任何协助 随时告诉我 是这样吗 不错 你已经把Artificial Intelligence改成AI Studio了 刚刚说的是AI Studio操作教学 所以你可以把Intelligence改成操作教学 输入好了 很好 现在看起来更像是AI Studio的操作教学影片封面了 你想对这个Website的文字做什么呢 你可以选择删除它 或是修改成更详细的描述 例如新手入门篇 你想怎么做呢 我想改成新手入门篇 好的 那就点击Website的文字框 然后输入新手入门篇就可以了 这样能更清楚地告诉观众这个教学影片的难度 输入好了 现在封面看起来更完整 更专业了 如果想要更简洁一点 可以直接把Best删掉 或者改成其他更吸引人的词语 例如超简单或快速上手 你觉得哪个更适合你的影片呢 我想改成超简单 好的 那试试看吧Best 改成超简单吧 选中文字框 然后输入新的文字就可以了 改好了 既然标题已经确定 那接下来想调整什么呢 这个图片挡住了我的文字 我了解你的意思了 你可以试着调整图片的位置 或是缩小文字的尺寸 让文字更清晰可见 你想先试试看哪个方法呢 我想缩小文字 好的 点选文字框 然后拖动图片四角的控制点 就可以调整图片大小了 操作好了 我还想调一下它的位置 当然可以 点击新手入门篇的文字框 然后按住滑鼠左键 就可以拖动文字框到你想要的位置了 操作好了 还有哪里需要优化吗 目前看起来整体风格简洁明了 重点突出 不过 如果你想让封面更细精 可以考虑调整配色 让文字和背景的对比更强烈 你觉得呢 用什么配色比较好呢 一个建议是选择互补色 例如蓝色和橙色 或者使用明亮的颜色来吸引目光 例如鲜艳的黄色或粉色 你比较喜欢哪种风格呢 目前的整体风格和配色 你能打多少分 如果满分是十分 目前这个配色我会给七分 整体来说还不错 但可以透过调整颜色 让重点更突出 震惊不 它不但告诉我点哪里 还直接给思路 给关键词 给配色建议 关键是 这些标题 我还真的蛮喜欢的 你们看到这个 会点进来吗 我们再来个实用的办公技能 处理表格数据 你好 这个表格是我整理的用户活动数据 我怀疑里面有不少是同一个人 用同一个邮箱反复参加活动 导致数据重复了 比如这个 uca.email.com 就出现了好几次 数据量要是大的话 手动找出来删掉 简直要命 有没有办法快速找出 并删除这些 基于用户邮箱的重复函 只保留这个邮箱 第一次参加活动的记录 你好 这个表格是你整理的用户活动数据 你怀疑里面有不少是同一个人 用同一个邮箱反复参加活动 导致数据重复了 你想找出并删除这些 基于邮箱的重复型 只保留第一次出现的数据 对吗 对的 可以使用Google表格内置的 移除重复项功能 需要我逐步向你介绍操作方法吗 需要 好的 首先选取包含标题列的所有数据 然后点击菜单栏中的数据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移除重复项 抱歉 你说太快了 我操作跟不上 明白了 我再放慢一点 首先 选取整个数据区域 包括列标题 你选好了吗 是这样吗 是的 这样选取是正确的 下一步 点击顶部菜单栏的数据选项 看到了吗 看到了 好 点击数据后 找到并点击数据清理 然后再选择移除重复项 点击后 你会看到一个弹窗 您现在看到弹窗了吗 看到了 你需要先取消全选的勾选 然后只勾选 逼列用户邮箱这一项 这样可以确保只基于邮箱来判断和移除重复项 勾选好了 勾选好 逼列用户邮箱之后 点击绿色的移除重复内容按钮 点击之后 Google表格会移除重复的型 并保留每个邮箱第一次出现的记录 怎么办 它出现了这个提示框 出现的这个提示框提示说 您选择的内容包含合并的单元格 移除重复内容 所有单元格必须包含相同型和列数 请点击提示框中的确定 然后检查您的表格 看是否有合并的单元格 取消合并后再试一次 我应该怎么操作 首先 您需要选中包含标题列的整个数据区域 完成后 告诉我 我们再进行下一步 选中了 好的 现在点击顶部菜单栏的格式选项 点击后 你会看到一个下拉菜单 看到了 在下拉菜单中 找到合并单元格 然后在棋子菜单中选择 取消合并 完成后 告诉我 完成了 好 现在我们重新来移除重复项 请先选取包含标题列的所有数据 选好了 很好 接下来 点击顶部菜单栏中的数据选项 点击了 在数据菜单中 找到数据清理 然后选择移除重复项 选择了 在弹出的移除重复内容对话框中 首先确认勾选了 数据具有标题型这个选项 接下来 取消对全选的勾选 然后只勾选用户邮箱这一列 是这样吗 太棒了 点击移除重复内容按钮 表格会自动删除重复的用户邮箱记录 只保留第一次出现的那个 弹出了这个提示框 提示框显示找到了三个重复型 真的帮我完成的数据清理 只留下了第一条 这个功能也太实用了吧 AI直接看着我的表 一步步教我点几下就解决了 这才是真正的效率提升啊 小伙伴们 这个技能赶紧get起来 目前AI进化的能力中 不但能看 能教 还能跟我们语音聊天 一起刷视频 像闺蜜一样聊视频中的内容 分享自己的观点 简直太逆天了 更更更重要的是 这些功能 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免费使用 真的是太香了 好啦 下期视频 我将详细演示AIS-DU-DU 带大家完全掌握这款软件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 grams 监 вз game anta